哈囉大家好,我是瑋巴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本畫冊 那在講這本畫冊之前呢 我要先說這本畫冊是因為什麼而來的 那之前有一段時間的 是一本小說叫做《全職高手》 大陸那邊的作者是《蝴蝶藍》 那這本小說是在說明一個網遊玩家呢 他原本是在俱樂部裡面 然後因為可能俱樂部的成績排行不好 所以就把他提 就覺得是他的原因 所以就把他提出去 然後他自己重新從最底層的俱樂部 慢慢一直往上 欸應該是說從一開始在網路上 一玩遊戲 然後到後來成立俱樂部 然後成立一個戰隊 然後到後來打贏冠軍的一個故事 那其實主要我不是要介紹小說 而是要介紹的是《化身》這個 所以因為這本小說它基礎蠻多 我現在在台灣大概是二十幾幾吧 沒有幾 沒有印象的話 記得是二十幾 然後 內容蠻多的 主要就是因為網路上有信一些 術語啊什麼什麼的 口號很多 然後角色其實 裡面角色也蠻多 所以裡面大部分都是男人角色 所以吸引很多喜歡寫同人小說 同人漫畫的人去看這部小說 然後也衍生出很多作品 然後就有很多圖非常漂亮在網路上有傳載 所以就收藏 收集成一本畫冊 那待會我就會拍裡面的內頁給大家看 就是圖片到底什麼 然後因為大部分每個角色應該都有 那 給大家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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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麥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樸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本小說大家就網路上找一人有 或者是去書店買也都有 那就是如果有機會可以看看 那它目前好像有另外一部小說是天氣之路 因為還沒有連載完 劇情也蠻長的 所以我打算是等它連載完之後再下來 就是再找來看這樣子 然後應該也會有類似同的東西都會不清楚 那就是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次的影片囉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記得下面要按訂閱 然後還有小鈴鐺 那這樣子也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